今星期會跟大家研究一個很多人都會爭論的ARIO水冷問題 就是冷排放在機箱前面還是頂部才會有最佳的散熱效能 有人說冷排放前面CPU散熱表現最好 亦有人說冷排放在頂部會吸收GPU的熱力不太好 不過有看我們的頻道都知道 爭議性的問題向來我們都不會爭論下定論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台機器和大家慢慢試 今次測試會用Fratco Design的Mashfit C機箱 CPU會用R51600K 和華慶Z590 Extreme 6E主機板 顯示卡會用Galaxy RTX 3070 還會用Cooler Master ML240 RRGB的ARIO水冷 第一部份我們就試用AIDA64的FPU-3S加Firmart 看看最高負載的環境下 冷排不同位置對CPU和GPU溫度有什麼影響 冷排放前面CPU錄得96度 GPU錄得69.7度 冷排放頂部CPU錄得100度 GPU錄得65.1度 一邊就會CPU低4度 一邊就會GPU低4.6度 就這樣看就好像是CPU和GPU四度的差別 不過看看細項數據 就會見到GPU在兩邊的數據會有出入 冷排放前面 GPU的時脈就只有1875MHz 而風扇轉速就維持在61% 冷排放頂 GPU時脈就會錄得較高的1920MHz 而風扇轉速也只要較低的51% 相反看回CPU時脈 兩邊其實都是穩限4.6GHz 相差4度並未有帶來什麼影響 再看紅外線熱感應鏡頭拍照 就可以發現冷排放前面 雖然可以用先風為冷排降溫 但顯示卡就要承受經過冷排後暖風 風量也會有所下降 至於冷排放頂 機箱前面就明顯有更多冷風進入 顯示卡和主機板尾端周圍的溫度明顯較低 雖然大家都會關心 顯示卡的熱力會不會傳到頂部的冷排 無論是主機板VRM 顯示卡和冷排三個位置的溫度 都是冷排放頂的明顯會較低 再加上Mesh Fit C屬於比較深的機箱 換成其他機箱的話效果就會更明顯 當然極端測試是反映不到一般用戶的情況 所以第二個回合我們就看看閒遊戲的情況 冷排放前面CPU錄得49度 GPU錄得62度 冷排放頂CPU錄得53度 GPU錄得59度 兩者CPU和GPU的溫度都大約3-4度 不過同樣地 冷排放頂顯示卡的GPU時脈就會較高 風扇的轉速液會較低 而且再看看紅外線熱感應鏡頭拍照 冷排放頂顯示卡的溫度會明顯低4度 但看看主機板VRM和冷排的溫度 其實和冷排放在前面的接近 換言之冷排放頂會導致冷排吸收顯示卡熱力 而更熱的說法就不太成立 來到總結 綜合所有數據 我認為冷排放在頂會比放在前面好 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冷排放頂 前方的風扇可以帶入更多先鋒 相反冷排放前面 GPU和主機板VRM等 就會硬食冷排暖風 而且入風量亦會下降 第二就是發熱量的比例 理論上如非用軟件刻意附載CPU 理論上一般情況下例如打機 顯示卡的使用率和發熱量都應該會比CPU更高 如果冷排放在前面 顯示卡就會因為不夠先鋒而令溫度升高 小則顯示卡風扇要用更高轉速來降溫 同時提高噪音量 重則GPU時脈可能因為高溫 而降低boost clock 從而影響效能 所以明天大家如果再為這個問題爭論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我們看 今集的主題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